赶来这档相亲节目的人 普遍都有一个症状 那就是社交牛逼症 这化妆技术 站在亲妈面前恐怕都不认识吧 牵手成功或者被淘汰了才让卸妆 你敢不敢参加呢 本期轮到女生选择 正是这位蛇女美杜莎 她是一位数字内容创作者 拥有许多社会经验的她 同样也不会在约会上 花费太多时间 一旦对方和自己不合适 那她就会果断放弃 今天她希望找一位能够主导她 浪漫 最好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开怀大笑的人 一旦觉得两人合适 立刻滚床单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今天的三位男士 可要加油哦 第一位鹦鹉小哥 是一位歌手 他的恋爱经理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在感情里不知道怎么主动 还不会调情 这才是母胎单身的主要原因 第二位刺猬小哥 来自英国 是一名拳击手教练 上德听堂 下德出访 什么都有 会的才艺千千万 就是找不着对象 你说气人不 最后一位不知道 这什么造型 好像大脚怪 是一位私人教练 他最自信的 就是自己的这张脸 如果非要给自己的长相打分 满分十分 他会打出九分 到底是什么神仙颜值 才会如此自信 让我不禁好奇起来 他最擅长和女性大善 说白了就是会撩门 但再往下发展就不太行了 不知道是哪方面 现在快速约会开始 美杜莎首先和英勇约会 小哥对于自己的职业非常骄傲 除了音乐 他最喜欢统计数据 图表 每一次在家的时候 就是做图 一天一天做 美杜莎还是第一次见 在约会时 替自己制图厉害的人 场面一度有点尴尬 接下来和刺猬约会时 美杜莎发挥了自己 丰富的约会经历 总有话题可聊 更让美杜莎惊讶的是 刺猬从来没有好好谈过恋爱 这年头还真是不多见了 第三位 大脚怪 一上来场面就有点控制不住 询问美杜莎以后两人有孩子了 孩子询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美杜莎会如何回答 不得不说 大脚怪小哥哥好主动呀 美杜莎非常喜欢主动的男人 那他简直太适合你了 两人聊得很好 都希望能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第一轮的快速约会结束 回到瘦瘦庄园 现在该美杜莎小姐姐返选了 单从感觉方面 他毫不犹豫地淘汰了鹦鹉小哥 走之前让我们看看小哥的真实容颜吧 卧槽 怎么这么算 这是李公克的颜值天花板了吧 美杜莎小姐姐也给他的长相 打了9.5的高分 这浓眉大眼 妈妈 刚才的一瞬间 我藏到了恋爱 又死恋的滋味 现在美杜莎小姐姐 要和剩下的两位继续约会 大脚怪将这次约会地点 选在了一艘快艇上 手拿香槟站在船上 迎着风乐意肚子气 一会肚子胀气 从上面出来是格 从下面出来 那多尴尬呀 能看得出来 两人都非常开心 全程都很放松 甚至还相约以后 再来这里约会 大脚怪给美杜莎留下的印象非常好 这让刺猬的压力很大 她将地点选在了瑜伽馆 这里又不能放松 又不能大声说话 刺猬显然经验不足 尽管如此 小哥哥还是使出浑身解数 想更多的了解美杜莎 不知道是没话说 还是出于好奇 居然开始八卦 她和大脚怪的约会 美杜莎在回忆时 满脸幸福模样 这妥妥的神助攻吗 所以说没谈过恋爱 是有原因的 第二场约会也宣告结束 重新回到瘦手庄园 想必大家心里 其实也有了答案吧 没错 美杜莎选择了刺猬 做她的伴侣 哈哈 开玩笑的 当然是幽默体贴的 大脚怪小哥哥了呀 到了这个时候 即使大脚怪小哥哥 并不是那么帅 在美杜莎这里 也不再重要 在看刺猬小哥的真容之前 让我们先一睹 美杜莎的美貌 好吧 看我的眼睛 将我变成石头吧 姐姐确实美丽 发型酷啊 再来看看刺猬小哥哥的样子 两人在爱之隧道见面 虽然和刺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但美杜莎还是非常漂亮的 现在到了大家一直期待的时刻 美杜莎在看见大脚怪的真实面容时 会想要和她滚床单吗 哇 大脚怪居然这么帅气 怪不得之前给自己打分那么高 美杜莎小姐姐虽然也很美 但和大脚怪稍稍有那么一点不搭 不知道是不是发型的原因 就好像妈妈带着儿子 好了 今天的解释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